欸!怎麼變!怎麼變! 他掉下去了 哇賽!你真的是第一次下廚房欸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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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王與康熙 今天又是我們的夢幻職業實測 對其實我今天原本有點想跟我的來賓改日子 但是因為今天這個來賓實在是太忙了又太紅 真的很難敲 你們知道嗎 我剛剛從10月初敲到現在已經11月中了 所以我是花了一個月才敲到它 就不太好意思 輕易的跟人家改時間啦 好那今天夢幻職業實測呢 就是要來實測一個職業叫做廚師 好那我們就歡迎到今天的主角丹堂 沒有其實我們是廚師啊 因為我其實開這個餐廳其實只是因為單純愛做菜 只是因為愛做菜 因為我完全沒有收過正規訓練 可是你做的菜會是好吃的吧 我們可能會購買 而且甚至啊我的所有的團隊 沒有一個是收過正規的廚師訓練 這很有狀況是大家都去做菜 大家都覺得好像去一些連鎖集團做菜啊 可是其實他們教的都是SOP 他們菜是沒有靈魂的 那我們就是看除風頻道嘛 然後看看大家怎麼做 然後自己亂做 再自己再調整一下 然後試吃看看 變成我們自己的菜 所以我們菜是有靈魂的 所以才會好吃 然後想要問一下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叫蛋塔 先跟觀眾介紹一下 你看他這大家蠻自戀的耶 反正有一部電影叫行運條龍 他裡面有的角色叫蛋塔王子 那為什麼看那個劇情 就知道了 因為他很帥 大家自己去Google 那像你這樣喜歡這樣做菜 你是做了幾年 然後你最拿手的菜色是哪一個 我愛煮了好幾年喔 我從大學就愛煮 所以可能有八到十年 對那最拿手當然就是肉類料理 肉排類的 因為我對火火的掌握應該是蠻好的 那我跟你講你知道嗎 我到一年前我是不吃牛肉的 我是這一年開始慢慢的吃牛肉 所以我對牛肉是非常非常的挑剔 因為我有個綽號叫神之蛇 我常常看你頻道 你蛇痛很長 沒有關係 好那我今天呢 就是因為今天蛋塔說 他等一下晚點會招待兩份 就是我跟我助理都可以吃 那其中一份呢 必須由我自己來完成 那我就來體驗一下 做一道料理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都在幹嘛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今天教你一碗我們的招牌湯 我覺得這非常適合女生來做 非常適合女生 所以又超容易裝冰 好我現在要先把這兩個番茄削皮 燒皮 燒 燒皮 那我們要先把番茄皮剝掉 可是你現在剝一定會爛掉 所以你一定要先燒一下 OK 就是我們點火之後 慢慢的去熱它 把它稍微熱到有點浮起來 它就皮了這樣子 直接可以剝起來 喔 哇塞 欸你真的是第一次下廚房欸 第一次又挑我 喔 喔還好 對還好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剝我們平條路 喔 誰會幫你 好 注意這等一下你要吃囉 現在我們要先把它切碎是不是 好 來來來來小心啊 我都覺得我會砍到手欸 這應該是到底喔 阿阿阿 你不要過來啦 你還被切到 阿阿阿 怎麼辦 怎麼辦 它掉下去 不差這影片 不差這影片 大家我現在把頭髮綁起來 因為蛋塔說 我怕 我怕你們觀眾會地址他 對 我怕我會心疼 通常長頭髮的人進廚房 就是要綁起來 是一定要綁起來 我們原本還要戴口罩 但是因為拍片 你們想看我的臉 所以就不戴口罩 拍片就好講 反正這也是我們自己吃的啦 對啊 我們自己的口舌OK的 好 現在要幹嘛 對 嗯 我覺得滿好喝的欸 所以我再加一些自己這樣做 其實剛學起來可以一起照顧 好神秘喔 欸這很簡單欸 通常我們還會加一些來喝少量 然後配個麵包 喔 中比賽中比賽 好那是我們第一道 完成 好 現在要教沙拉要煎雞腿 雞腿沙拉 OKOK好 其實它其實就是用凱撒沙拉的 嗯 所以等一下會教你那種凱撒沙拉的醬 OK 那最重要就是怎麼煎雞腿 OK來 這臥具啦 雞腿一定要先用這個擦乾 碳精子擦乾 然後火要是最小的 之後把它放上去 直接滅下去 皮的滅藏下 這個要煎20分鐘 我知道一般人一定就是覺得 哇 拉起來來來來 把它弄熟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 慢慢的等 做第二道 好做第二道 我們現在要做那個 牡蠣的醬 中刀牡蠣的醬 好那現在要加這個三分之二 這什麼酒 料理用白酒 這不能喝的 OK差不多 好 然後要去燒這個酒 對 同時呢 我們這邊有另外一鍋 也是等一下要混在一起的是 奶油 洋蔥 洋蔥跟 那個回香頭 回香頭 OK 好我們現在去燒它 現在這個忙碌的畫面 或是我一定手忙長的 剛剛廚師真的是太難了 喔 努力不能太熟 看什麼會很難吃 這道菜是明星餐廳的菜 然後這也是透於食重 還有我三天最喜歡的一道菜 超好吃 我其實不太敢吃牡蠣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牡蠣很臭 這個是不會臭的 而且它就是有點半生半熟那種感覺 不會太硬 對 很好吃耶 我會喜歡它的醬 因為我喜歡這酸的東西 對它有偏酸的咖哩味味 它醬是偏酸的 這個有90 在我心裡有90 下一道 下一道 我剛剛有處理了幾道菜嗎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雖然我也沒有幫助協助太多 但是我們已經花了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現在我們還有幾道菜 五道嗎 我們還有五道左右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不要去廚房妨礙人家 還是讓專業的來 對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好不好吃 它的雞肉其實就沒有太多的調味方法 就是煎 煎 然後撒胡椒粉 可是就很好吃 然後它的沙拉也是 蠻簡單的就是霍凱撒嘛 很幸福 可是如果要煎這個雞腿煎20分鐘 才可以吃到這樣 我可能 還是算了 蟹肉餅 好 上面是 炒蛋 炒軟蛋跟蟹肉餅 它是用松葉蟹加蝦子打成麵 去做的 是你的感覺嗎 還好 我覺得你太軟了 我以為它外面會是煎的那種脆脆的那種 我知道你在說哪種 我們不是走那種 因為有吃過松葉蟹都已經吃到它的口感 就是你剛剛那種感覺 喔懂意思 那可能你不喜歡這道菜 也沒有不煮完就骨頭 不會讓我驚豔 所以剛剛七六三大表的經驗嗎 很驚豔 他有時候吃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嗎 越簡單的料理 越難做的好吃 對 這我認同 好下一道 那現在這一道是干貝 對 干貝 鬆 鬆融 嗯 你們干貝是沒有到很熟 不能熟啦 熟了後來會吃到那個纖維感 七一分對不對 沒有這大概 我就要沾到尾 很好吃 好 這邊是主要講它的老套肉 就是外面總的老套肉最好吃 就在講這一塊 這一塊 對那這邊是沙朗 沙朗 那組合起來就是熱野牛 哦 了解 就好吃啊 很好吃 換杜梨汁 超好吃耶 超好吃嗎 那十分你給幾分 九分 九分 哦 這個是和牛對不對 日本和牛靜醬黑五 哦 靜醬牛 好來請吃 哦 哦是怎樣 好吃就好吃 好吃打好吃 不好吃打不好吃 好吃 我覺得比我在日本吃到的和牛還好吃 好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是晚上的九點左右了 我們終於可以錄Ending了 那今天我也準備了幾個問題想要問一下蛋塔 第一個問題就是像蛋塔你自己其實有開這間店 嗯 對那想要問一下當初你自己有做過學徒嗎 欸講真的我沒做過學徒 那你知道說現在外面一般的學徒的行情大概一個月會是多少 其實講 因為基本上學徒一定是勞幾把的最低薪資 可是啊幾個比較知名的師傅如果在收學徒的話 嗯 他們甚至還會開到兩萬二兩萬這樣子 或是甚至可能沒有錢 你就是因為你要來學我的東西啊 對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認知是 今天是你來跟我求的 求知識 求知識 對我還要給你錢 這什麼邏輯 要學不學隨便 大概是這種概念 那如果說到外面像可以出師了自己去做師譜 像這樣子一個月會大概是多少 喔如果你可以開菜單 大概就四萬以上 就看程度了 了解 因為其實這個這間店算是你的副業對不對 對算是我副業 其實你的主業是 我是做迪士尼代理 迪士尼代理 然後除了這個副業之外 你還有另外一個副業是教授 大學老師 大學老師 然後再一個副業是外廳 OK那就好奇了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YT 因為其實我們這間餐廳 一開始沒有對外營業 因為我本身做佛系貿易 那我跟政商黑白人道都算有點分視 加上我本來就很愛吃很愛煮 那想說我來開一間好了 這樣以後大家就可以一起來 喔 我是因為這樣想開 這是有錢人的想法 不是 那為什麼想當YT 是因為TOYS那時候想要拍我的餐廳 是 我那時候還猶豫一下 因為我沒有想要生意太好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什麼人力 這就是他斷說 因為我沒有想要去經營 所以我們沒有準備很多人力 好了解 結果他一來一拍就爆了 就很好奇 YT的行銷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強 想要自己來做 那語心你研究別人 不然就自己來做 那就可以講到說 像你自己這樣開店 你常常在拍一些踢爆系列 或是說什麼 例如我看你最有名字是干貝 你在實測 干貝是粉的什麼什麼的 那你這樣不怕就是會惹禍上什麼 你說我怕不怕嗎 你怕不怕 我怕我很厚 你很厚 背景很厚 對我沒講 反正我很厚 他們聽得懂 你很厚 我聽不懂 那再繞回到我們之前那個話題 像你自己這樣開店一個月 存收益 就是扣掉那些成本 大概會有可能 其實很好算嘛 你看我們一天兩天 我們平均一個人兩千五 是 多到十個人就好 那等於是一個中午兩萬五 對 那晚上也兩萬五 一天五萬 那我們一個月散掉 所以一百五嗎 剛剛跟妳講說 我們餐廳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餐廳的成本 我只會抓一半 我們餐廳的特別 因為我們沒有呼聲 省去了很多的人力開銷 所以我們把它反映 你們把它反映在成本上面 對那我們不用去收這麼高的價錢 了解 所以那這樣一個月 如果是在做YT前 一個月至少 應該也是有個七十八十 純收益 有了 好那再來就是你做了YT之後 就Toys來拍之後 那這樣子增加多少 就是20元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自己覺得當初是開店比較好賺 還是做YT比較好賺 哇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頻道一直在賠錢 每期都賠 你每期都賠 每期都賠 可是我當初去在做頻道的時候 就已經有設定好 這個頻道 我們不要去開那個一陣子 嗯 那個只是頂多補貼而已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片拍好 把它多少錢 然後想要用這個影片的影響力 用這個影片的影響力 讓我們餐廳更 幫助到餐廳 好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自己給年輕人一個建議的話 你會覺得年輕人是比較當 比較好是做YT還是做廚師會比較好 完全不同東西啊 你今天的二選一嘛 YouTube一條 或是廚師一條 你會想要做YouTube還是做廚師這樣 YouTube 為什麼 因為你有名氣什麼都可以廚師 哦 對可是你廚師就是廚師了 就是只有廚師 對可是YouT要問你啊 對啊這怎麼會問我咧 我覺得也是可能 我不習慣這個東西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算是接觸到比較 你問騙事到底哪也累 累的可是騙事 可是我覺得這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你想喔 除了是這個東西 是你做了就一定會累積嘛 有個技能 你不怕找不到工作 只是錢多錢少而已 在YouT不一樣 YouT不是你努力就有成果 對所以我一開始都會建議說 你們最好有一個主業 然後YouT先當副業 等到你肥養起來 到一個程度 你覺得可以cover你的正業 再去全額去做它 對啦因為當YouT第一條就是不缺錢 一定要不缺錢 沒錯 真的要不要 一開始一定要不缺錢 這個就沒辦法買 第二個就是要有強大的心理建設 這是真的 我沒有 黑耳超多的 我沒有 我也很多 好那聊了這麼多 想要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蛋塔那你覺得 廚師在你的心目中 你覺得是一個夢幻的職業嗎 我覺得以收入來講不是 可是我是覺得 每個男人必備的錢 好那我自己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自己算不算夢幻職業 我覺得在我心中 還是百分之百四 不論是男生女生啦 只要是我家裡的人 會做菜這件事 我就覺得會超級棒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其實做廚師嘛 就畢竟他在廚房 我覺得有自己的技能 餓不死啦 對 他是一個算鐵飯碗 所以我才會覺得他比較夢幻 因為吃藝術情預熱 對 再來相對就是 我覺得他比較沒有那麼苦力 雖然是在廚房裡 我覺得悶比較熱 沒有 他算苦力了 他算苦力嗎 是我們今天比較親手 這期會有很多廚師在下面 好 對不起我道歉 好啦 總之我今天就是 因為我對這個廚師也不知道 真的不熟 不熟 對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我心中夢幻很自然 就是如果我另外一半 或是我家裡的人是這樣 我會覺得就是很棒 好 就這樣 對 大家不要罵我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你們也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什麼想看我派的主題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然後今天也非常謝謝蛋塔 而且他這個人非常好相處 然後這邊是蛋塔的youtube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蛋塔youtube裡面主要是做一些料理的實測 還有一些 就是食材比較跟踢爆 黑心事業 食材比較跟踢爆 那我覺得這種主題也是比較少YT在做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然後這邊是蛋塔的IG 大家也可以關注他的IG 那喜歡影片記得幫我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雞肉真的是超好吃 我剛剛不是你們只有兩塊嗎 我又去要了三塊 我在這邊吃飯 他們在後面忙 他們在後面忙 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MING YING MING Y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